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袁末 都是心中暗自惊骇 不管他们是快还是慢 又或是转弯或是前行 末无忌始终向闲庭信步 根本没有半分吃力 由此可见 若不用飞行法宝 他们三人谁的速度都不如末无忌 这一刻 胡淳淳甚至怀疑末无忌不是人族 而是以速度渐长的妖族出身 袁道友 我之前斗法之时 不小心将自己一枚有地图的戒指撕裂了 你这儿还有没有猎虚的详细空间地图遇见呢 给我一份 莫无忌一边急顿 一边小声问着身后的袁末 猎虚地图 袁末诧异地重复了一句 然后才说 真是很抱歉的 猎虚我去都没去过 也没有地图 莫无忌差点就停了下来 他只要不是白痴就知道 屋里那张顿符并不是把它送到了猎虚身处 但这儿又有如此之多的强者 到底是什么地方 啊 那就算了吧 我当初与人打斗 顿到了此处 现在都不认识去猎虚的路了 莫无忌很想知道他到底所在何方 袁末是愈发疑惑 莫道友 那你是如何来到星空邪海岛的 这里是星空邪海岛吗 莫无忌感受到了袁末的疑惑 他知道自己恐怕不能再继续瞎说了 否则的话对方一定能够有所察觉 莫无忌叹那一口气 我被八明到底围攻 结果我杀了他们一人之后 只能用顿符逃走 落下来的地方就是黎楚所在的水潭 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莫无忌将围攻他的到底数量增加到了八个 让袁末听得心中是愈发震撼 他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强行动手 找对方抢夺行道过 否则他袁末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莫兄 你的神通实在是厉害 袁末 钦佩不疑 袁末真心实意的说 如果说莫无忌和一个到底对战 结果杀了对方 袁末是半点都不会奇怪 但要说八明到底围攻 莫无忌还能杀掉一人 用顿符逃走 那可就太可怕了 就算是星空斜海岛的八大地恐怕也不过如此 反正他袁末是不行 他倒是没有怀疑莫无忌说了假话 莫无忌杀了黎楚 那可是事实 他和黎楚打过几次了 知道黎楚的实力半分不比他低 莫无忌既然能够杀掉黎楚 自然能够杀掉他袁末 莫无忌摆了摆手 袁兄 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现在如何才能离开这星空斜海岛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呢 连所在的地方他都没听过 又弹劾离开 袁末也许是很想要莫无忌身上的行道过 便耐心的说 莫道友 星空斜海岛 你进来了就进来了 再想出去恐怕有些困难 你知道天外天走廊吗 我知道 这地方很不错 听说经常有好东西出现 莫无忌毫不犹豫的说 好不容易说到一个他知道的地方 他自然要说得干脆一些 其实啊 星空斜海岛和天外天走廊有些类似 我们所在的这个岛在斜海之上 而斜海又在星空之中 所以这岛叫做星空斜海岛 你现在在岛的里头 等出了岛之后 你就会看见星空斜海是什么样了 袁兄 有地图吗 莫无忌赶紧问道 袁莫拿出了一个预件 递给了莫无忌 莫兄啊 这是星空斜海岛的地图 但其实给你可没给一样啊 为什么 莫无忌接过地图 颇为不解的问 袁莫叹道 因为在星空斜海岛 有八名顶级强者 这八名强者叫做八大帝 星空斜海岛有无数的强大优秀 最强者就是八大帝 这八大帝 几乎将整个星空斜海的一大部分 都用护阵给护住了 斜海岛更是被护得密不透风 任何人想离开 都会惊动八大帝 最后被杀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任何人离开的 莫无忌闹吸了一口冷气 心里愈发庆幸 自己没有仓促选择顿走 那我们这么出去 岂不是最后还是会被发现 这你就放心了 有湖蠢蠢带路 我们走的地方都是安全的 而且我们并不是要离开星空斜海 只是去斜海中寻找机缘而已 去斜海寻找机缘的很多 到时候只要给些好处给那些人就行了 原兄 那雕刻和包布也是八大帝中的人吗 没错 他们也是八大帝中的家伙 只是这两个家伙 极难说话 还贪婪无比 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 是赤岩贵的地盘 赤岩在八大帝中 算是最好说话的一个了 此时莫无记的神念 正扫在原末给的预见之上 当他看见预见上的景象时 也是暗自则舍 大海 莫无记看得太多了 可这星空斜海 莫无记还是头一次看见 尽管只是预见 但也是气势宏卫磅礴 这星空斜海 还让莫无记 见识了浩瀚星空中的奇特景象 一望无记的大海 悬浮在虚空之中 从预见方位图上看 这浩瀚大海 就像斜坡一样 倾斜在虚空之上 在倾斜的大海中间 有众多海岛 其中有一个 正标了一个亮点 莫无记知道 这标注了亮点的海岛 应该就是他们所在的 星空斜海岛 除此之外 预见上还标注了 八大地的一些区域 莫无记将预检收了起来 他准备等空闲的时候 将这预检再详细查看一番 至少得找到一条安全的出路 然后做好完全准备 才可以离开这斜海岛 一路上 莫无记看到了 众多的中低级仙灵草 甚至连七级的仙灵草 他也见到过 可见这斜海岛 的确是灵值颇多 胡淳淳显然不是头一回走这条路了 他左转右转 迅疾无比 又足足走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 胡淳淳才停了下来 然后他看着莫无记三人说 三位大哥 前面是赤眼大哥的地盘 赤眼大哥地盘上有一条道 大家都可以走 不过 我们要从赤眼大哥地盘上 进入星空邪海 也需要拿出一些东西来 我拿一条上品仙脉 我也出一条上品仙脉 金铁鹤连忙说 原莫则看着莫无记 莫玄游 你打算出什么宝窝 用青青可以吗 在莫无记的感觉里 青青的元气浓郁程度和等级 都比仙灵脉要高 但是仙脉对仙人来说 比青青有更加广泛的用处 胡淳淳顿了一下说 莫大哥 你最好用仙灵脉 赤眼大哥比较好说话 我们也不能亏他 谁知道以后 我们还要不要从赤眼大哥的地盘借到 去星空邪海呢 莫无记语发疑惑起来 难道青青不比仙灵脉要好吗 金铁鹤是哈哈一笑 这只是你们天外天宇宙的人这么认为 在星空邪海岛 还真没有人这么认为 青青可以让你修炼速度变快 而且元气等级比仙元气甚至更高 但你别忘了 青青啊 只是别的晶石的边角碎片而已 根本就不是完整的晶石 这种东西缺少了天地盗运 用它修炼 也就缺少了感悟盗运的机会 用青青修炼 唯一的好处就是速度快 坏处就太多了 经常用青青紧紧急的修饰 很容易就被卡在某一境界 再也没有寸进 其次经常用青青修炼 对盗法神通的感悟更低 无利于以后的发展 胡纯纯又在一旁补充了一句 青青这种碎片中 又含着更高等级的天地规则碎片 我们不到这个层次 用青青吸收 仅仅能吸收其中的元气而已 修到到了我们这个程度 大家都清楚 修炼不但要元气 还需要天地盗则感悟 莫无忌的嘴角有些苦涩 他身上一千多万的青青 被他当成了宝贝 仅有的三条极品仙灵脉 也被他放在了不朽戒指中 神族强者显然也没把仙灵脉 看在眼里 所以他弄到了五枚神族戒指 里头也只有三条极品仙灵脉而已 估计那些中品和上品的仙灵脉 都被神族用来布置巨灵阵用了 也不知他不能跨入仙帝 以至感应不到仙帝的层次 会不会是因为用青青修炼有关系 那我用一枚地震丹可以吗 莫无忌不想拿出自己的极品仙灵脉了 他准备这次回去 用极品仙灵脉在闭关修炼 不再使用青青 你有地震丹 胡纯纯惊异地叫了一句 随即不等莫无忌开口 便主动说道 地震丹自然可以 这东西在西海岛很是珍贵呢 莫无忌拿出了一个玉瓶 递给了胡纯纯 我现在用不上这东西 就给你送人好了 胡纯纯也没有在意 在他想来 莫无忌肯定早已跨入仙帝 一个强大的仙帝 自然用不上地震丹 让他钦佩的是 莫无忌真舍得拿出地震丹来 要知道 地震丹在邪海岛上 可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也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